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三年前我们教会和巴探印尼那边 有一起举办了这个区域的营会 所以我也是有去参加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讲不同的语言 可是我们果然可以互相的了解 我觉得是件很神奇的事 然后从当中我也是学到了不同的国家的 不只是文化 我也认识到了他们如何在他们的国家里面 传福音也怎么样跟他们那边的人一起沟通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不同的国家的人一起来在一起 然后互相的了解 然后我们也是可以互相的帮助看我们怎么样 可以跟进这个拆船的事工 很特别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五个国家的年轻人可以聚在一起 然后可以 虽然是从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国家 但是我们可以认识彼此是在基督里面的兄弟姐妹们 可能我们在印尼通常会看到印尼的角度 来怎样做这个宣教 有一个新的东西他们学到的就是 其实我们可以一起的合作 不同的国家合作 来一起去做宣教 就年轻人来讲 我个人在台湾的PCD 曾经做过青年事工 那我一个很大的学习就是 如何跟青年人一起成长 一起学习 然后不是我们去教他 是我们陪伴他 然后互相的那种交流 我们的信仰的历程 信仰的一些观点 然后最重要是要有一个共同的经验 我们就是一同去经验了以后 青年人其实是非常有感觉的 而且现在是所谓的后现代 后现代就是去中心化 不是哪个人有权威讲的 年轻人就接受了 年轻人反而是说 我要建立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在新加坡这段时间 我觉得交外的年轻人 其实是有热情的 非常有热情 那是怎么样陪伴 这个陪伴里面就是有一个信任 然后有一个也尊重 然后有一个真的是 能够让他去把他自己的经验 一同一起做去做去国外 或是去弱势群体当中 一同的经验以后 让他如何把那些经验 内化成为他的信仰的一个理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